他讲今年的汉光演习是 石兵不石弹 我相当的欣慰 如果给他石兵还石弹 那我非常的害怕 如果有个逃兵拿石弹跑掉了 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在目前这个状况 尤其是在无剧本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当然就是要考验临场的反应 因为毕竟打仗的时候 哪来的剧本 你必须要有非常多方面的考虑 以及经验 才有可能面对到 真实会碰到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他这回说 没有剧本 然后用状况诱导来演 我觉得其实是好事 因为毕竟接下来碰到的问题 绝对没有剧本 教你该怎么去做 但问题是 状况大陆对台湾现在的状况 自从赖清德520就职演说的 新两国论发表完之后 状况非常糟啊 直线下滑 不管是环台军演 还有平凡人的实施 这个联合战备警巡 就是攻击穿越我们的中线 基本的 现在是连他们的军舰 都直接巡航到我们东部海域 用四面八方来包围台湾的局势 来给台湾政府做施压 这种状况 接下来要怎么来处理 我觉得赖政府要先想清楚啊 因为这一次 虽然我们国军说是无剧本 但是否有没有可能是 我们无剧本 但是我们要去配合 美国的剧本呢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毕竟 如果两岸真的发生战争 说实话 以台湾自己的实力跟武力 要能够获胜机会不高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机会 来配合美国或者世界各国 来做联合的军演 我觉得也许是有必要性的 而且不要忘记了 这一次2024环太平洋军演 它这个军演的重头戏 它都是用实弹 击乘一艘4万吨的 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 大家知道 中共现在最主力的三艘 075型两栖攻击舰 它盾位是多少吗 就是4万吨 也就是 美军只要证明 它能够击乘它的两栖攻击舰 就代表它有实力 直接击乘你中共 用现在的两栖攻击舰 所以不要说假想敌人 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很摆明的 被美国视为它真正的敌人了 不再只是假想罢了 所以这个情况 我觉得赖政府要看清楚 要知道我们给美国这么多的 不要说保护费 我们花这么多钱跟他买军武 可是如果换来的结果是台湾越来越不安全 而且台湾的民众可能每天要受到战争的威胁 这种价钱这种代价到底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毕竟一个真的好的领导者 一个真的好的执政党 让整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才是他应该真的要做的事情 这点我还是搞不懂 比如说以前演习有打那个把机 就看我打得准不准打到把机 那你现在一个箭四万吨摆那个地方 这个箭怎么让你打 让你打 打成为止 那一定打得成了 怎么打不成呢 我二十九国家去打 把它打成了 那箭真的打起站 那个箭再这样给你打 怎么可能嘛 那箭会反击啊 那箭旁边有护卫的啊 通通有啊 就带着让你打 因为将来这个四万吨 等于大陆的零七五 所以打台湾可能用零七五说 我们就把它打成 我们赢了赢了 老公就怕了 这讲什么 演习是演习 你当然可以这样演啊 但是真的打起站 那个战场不是这样的状况嘛 战场怎么会是这样的状况 很好笑啊 对不起